歡迎再回到比賽的現場決勝的第三局 好球 非常非常的正確 但是當然要延續第二局的這樣打法 其實嘉勳現在必須要泡的一個心態就是 反正我也不管這一場久了到最後輸贏 但是我就盡量頂治我應該要的 一個正確的攻勢跟一個變化 要注意三口線後場 哇 點了一個施工球的確就是三口線這邊比較拿手的一個得分 中後半段的一個球速壓制 讓三口線反而是製造了很多的食物 呃 oh 四個劍內 氟華 天氣 天眼 加油 加油 漂亮 好 走 pas到 現在是攻擊的一個角度太開 當然是5比1 4分的領先跟現在2分的領先 那當然有非常大的差別 不過這一版的發球三口線 直接做斜線的一個快速攻擊 對 但是即使佳馨的這個發球 還是必須要小心一點 所以你就是盡量不要花高遠球 好 漂亮的一個對角變化 對拉的一個動作 因為三口線的變化你很難去掌握 就是打快 打平 不過這個從三口線其實先抓住了 所以推過來讓佳馨近身的狀況下不好處理 對 那其實應該還是要再做一個就是 你最盡量跟三口線再往前上爭鬥 那爭鬥的時候有機會 就是往後場對角去推 再去抓他的往前 對 就是這樣 趕打就好 大半進攻 嗯 哦 對 沒關係 好 哇 這個三口線畢竟在整個角度上的移動 還是非常壯 對 它 一個就是對角線的一個過渡 對 好 漂亮 好 那個比數當中 能夠盡量把這個比數稍微拉近 到換場的時候 對佳馨可能就會非常有利 哇 佳馨的一個後場發場球 真的是要注意 對 其實盡量不要做一個 非常明顯的後場場球的一個發球 加油 佳馨這個球剛剛發過來之後 三口線直接攻下來的角度 還是攻得很犀利 嗯 可惜 佳馨處的是一個順風 逆風的一個位置 它在後場的處理就會比較容易 哦 還是一個出境 沒錯 那麼在佳馨的佳馨 其實現在來到這個辦場 在剛剛他上演過了一次 決定大反攻 哦 對 因為他現在佳馨所處的是一個利風 所以相對的可能 對三口線來說 他的失誤就會相對又增加了 所以很有可能會 依照第二局的這種情形 會繼續的往後面發展 好 一樣 又是他的失誤就是 一口線的一個兩邊後場的一個 快速拉掉 好 讓他不要那麼容易就起拍 而且起跳 對 像這種球 盡量過渡 盡量調他往前 好 在這個球 就是小心 他的這個 瞬間的這個虛攻 很小心 精彩的防守 哎 這個球的力量沒有用上 對 像這種球 他就很容易出陣 為什麼說 他很容易出陣 因為他的個子比較小 平推下來從角度 比較難 角度就會比較平 比較容易出陣 所以這種情形 其實我們這兩天當中 也確實發現了這個三口線 這樣的失誤也會很多 比數目前是7比12 雙方五分的差距 好 對 就是這樣的打法 好球 而且三口線整個腳步 重心是完全不穩倒地 吊動開來囉 有加星 對 喔 三口線這個腳 也是要小心一點 加星是把三口線 打到整個破壞啦 繼續能夠延續這樣的戰術 是對的 但是 為什麼說 他在第一局 還有就是 在第三局的這個前半段 他沒有辦法 因為 他主的是一個順風味 所以球比較難以去掌控 但是 他現在就好控制多了 嗯 嗯 嗯 哇 雖然說前一個往前球 三口線也是在重心不穩的情況下回擊 可是 好像在站起來 來到了後場 真的 劈腿的能力非常的強 真的 好 現在 可能要求下 是不是場上有一點汗水的影響 請場邊的工作人員 把這個球場上的汗水來擦一擦喔 在比數上 8比13 宇嘉欣還是維持在5分的落後 剛剛幾個球的來回喔 的確是看到這位日本的女將 身材小歸少 但是真的是在這個防守的韌性上也很夠 哈哈 這個抓到了一個直接推壓 這個球是 三口線的發球 發的質量太差了 而且 過往的角度太高 哎 角度沒有打到 剛好這個 出拍動作稍微收拍太快 打到球拍的上演 所以雙方來說 才能到了第三局 體力上也是一個很大的消耗 好球 好球 小心這邊喔 在這一次多拍的來回當中 一路是占有主動的一個優勢 嗯 而且他 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他就是快速的把這個球 往兩邊的後掌壓 所以 讓這個三口線 他必須要到位趕快要出拍 沒有等的時間 沒有給他非常好的一個角度 所以 三口線 他的失誤相對的就會增加了 來 可惜 喔 是一個出界球 好球 15 10 在第三局 決勝的第三局後半段 分數上 你來我往 對 但是現在就是 要盡量能夠聯繫得分 這個幾個球 還是持續把球往三口線的左後方來送 對 但是這個球送的是有一點角度還有速度有一點不夠 所以 讓這個三口線能夠瞬間起跳 好球 好球 這幾球救得深啊 好 可惜 嗯 撤來了 所以非常可惜 佳欣 暫時10比17的落後 還是要穩住啊 哇 還好 這個球沒有過 嗯 但是 其實這個球過了 佳欣就很難去處理囉 11比17 雙方六分差 還有機會 這個虛攻球前三口線腳步並沒有往後場退太多 對 他幾乎來說應該是 虛攻球 這個虛攻球 是自己加薪沒有處理太好 因為他打得有一點太過於長了 而且角度太高 相信這個機會球 哇 結果最後的這一板 推到了界外 非常可惜的一個出界 哇 但是這個球出界 就非常非常要命囉 讓三口線這邊拿到了第19分 那雙方現在8分的差距 是1比19 好球 三口線這個拍子 找到球 還好出界 謝謝 對 加薪現在場上來說 真的是也不要去玩比數的一個分數 到底是神像的狀況 一球一球慢慢的穩回來打 嗯 對 但是 相對的就是 專心的去打每一個球 但是 專心的去執行 應該是 自己該打的戰術 只要能夠說 這樣子的專心下來的話 只要再能夠能夠 多量的一個拿到分數 所以 並不是說完全沒有機會 十二比十九 好球 對 還有進會 這樣一個 穩穩的把自己該打的戰術打出來啊 十三比十九 好球 十六 十六 一支 三支 一支 一支 八支 三支 兩支 一支 上線在最後關鍵的一個發揮啊 對 沒有錯 在追進一分 14比19 好球 這個球 嘉欣打得有點太過於保守了 那在判斷的過程當中 這球做了一點猶豫啊 對 哇 所以現在讓閃口欠這邊 也出現賽末點 20比14 好球 後場頂的一個位置剛好是落在界內 而且剛好這一個球是嘉欣 他也蹲了下來的 所以他才有這個機會 能夠去回這樣的一個球 15比20化解掉了山口欠的一個賽末點 很可惜 ero 我 沒有 沒有 就 是 可以 有 那麼這場比賽也在這個時候畫下了尾聲 那最後是由山口籤21比11 18比21 21比15 打了三局